您好 本期为您解读的书是业界顶级茶文化专家王建荣先生的茶道 从喝茶到冻茶 近几年啊 新茶饮领域市场前途一片大好 喜茶茶咽月色耐雪的茶等等这些新式茶饮 你多少也都听说过 奶茶饮料 从最开始的速泡茶包搭配牛奶 发展到现在各大茶饮品牌宣传 采用的现泡茶底 甄选四季春茶等等 我们不禁好奇 作为奶茶的灵魂 茶到底是什么茶呢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跟随资深茶文化专家王建荣先生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一起在茶道 从喝茶到冻茶里寻找答案 听完这本书 喜欢喝茶的朋友 可以了解到丰富的茶知识 在泡茶中 感悟茶道的乐趣和真谛 想买茶的朋友 也可以学习到挑选茶叶的方法 一眼便好茶 接下来的学习会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你将了解到和茶相关的基本概念 第二部分 会告诉你怎么挑选茶叶 第三部分 你将学习到茶叶冲泡和品鉴的相关技巧 第四部分 我们会一起学习悠久有趣的茶文化 好 我们先来讲第一部分 茶 有哪些种类 什么是十大名茶 我国的四大茶区又在哪里呢 不妨先来说说 我们熟悉的奶茶茶底代表 我们常喝的奶茶 奶绿茶底 对应的是红茶绿茶 这两种茶呢 再加上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乌龙茶 白茶 黄茶 黑茶 和花茶 就组成了七大茶类 七大茶类里面呢 花茶属于再加工茶 其他六种属于基本茶类 我国的十大名茶 是由生产地区而得名的 西湖龙井 洞庭碧罗春 黄山茅峰 庐山雪雾 六万瓜片 君山银针 杏阳茅 五一盐茶 安息铁观音 和奇门红茶 主要遍布在我国四大茶区中的 江南茶区 除此之外 还有江北茶区 西南茶区 和华南茶区 说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巧妙的 通过七十四 来记下这些入门小知识 七大茶类 十大名茶 四大茶区 你记住了吗 1957年春天 周总理曾用明前龙井 招待外宾 因为舍不得倒掉嫩绿的芽叶 他直接将杯中的芽叶全部吃光了 深受周总理偏爱的明前龙井 说的就是在清明节前采摘 制作的龙井茶叶 辛勤又聪明的采茶人发现 在春分前 在春分前清明前 古语前采下来的茶叶 是最嫩最好的 这就叫做三前摘翠 明前茶呢 顾名思义 就是清明节前采的茶 这主要是对江南茶区的 绿茶和少量的红茶来说的 其他茶叶就没有这个说法 梅家屋的明前龙井 就是明前茶最好的代表之一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茶叶的选品 怎么选好茶 怎么买茶不被坑 王健荣先生告诉我们 选茶叶买茶叶 一定要试喝 只有你觉得好喝 才值得你买 那么你可能又想问了 怎样的茶叶算好喝 王先生教我们 要一看二文三品 看什么呢 看干茶叶是不是形状完整的 茶叶颜色均不均匀 闻什么 闻干茶叶有没有异味 比如美味 烟味 再闻冲泡之后的茶香味 最后才是品 品茶汤是生色还是醇厚 是不是你喜欢的味道 好喝的茶呢 通常是爽口不苦涩 还持久留香 我们说酒是越沉越香 茶叶同理吗 其实不是的 一般来说啊 新茶的品质要比沉茶好 但是对于普洱茶 五一盐茶这类茶 反而是越沉越好 这样的沉茶香气持久 茶汤醇厚 在这里提醒一下啊 我们不建议新手去茶城买茶 不会选茶的朋友呢 容易买到被茶店老板 以次冲好的茶叶 那么没有经验的人 要怎么选茶呢 推荐用一泡法 好的茶汤 汤色是明亮透底的 所以我们选茶的时候 拿一些茶叶用热水冲泡 五到十分钟后喝一下 看看味道喜不喜欢 再拿一个汤匙 看一下茶汤的色泽 如果颜色很浑浊 或者很淡薄 抑或使茶叶的叶片散碎 都不是好品质的茶叶 书里呢 还针对七大不同茶类 十大明茶 给出了详细直观的 识别方法和冲泡方式 图文并茂 感兴趣的 想深入了解的书友 赶紧去看吧 我们接着看第三部分 茶叶的冲泡和品鉴 冲泡茶叶前呢 我们要先选好工具吧 常见的茶具有茶壶 放壶盖的盖托 放茶壶的壶托 茶盘 茶杯 用来闻杯底茶香的闻香杯 用来泡茶的盖碗 放泡好的茶汤的公道杯 以及煮水壶等等 除此之外 还有茶桶 茶针 茶家 茶石 茶泽 茶漏 这六样并称为茶道六君子 常做辅助作用 增添泡茶的雅趣 还记得之前 在友人家中见到的 养鱼茶盘 茶盘流水边 造了一座小型甲山 甲山旁握着一个卧佛茶虫 茶汤浇深 竟会让袈裟呈现出 不一样的颜色 既精致 又充满茶趣 泡茶工具非常丰富 同样静待茶友们的探索 我们说回茶叶冲泡 冲泡茶叶时呢 我们需要做到 少放液 多冲水 久浸泡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 呈现出茶叶的优缺点 一般用冷到85摄氏度左右的开水 冲泡比较合适 但不同的茶叶呢 对水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要看茶叶的种类来定水温 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水温越高 茶越浓 因为茶叶里的物质 溶解得很快 就好比我们要冲奶粉 肯定是水温越高 奶粉溶得越快 奶味越浓 像红茶绿茶花茶 水温就要稍高一些 乌龙茶最好用 100摄氏度的沸水冲泡 老话说的好 好水配好茶 暴涂泉 柳泉 碧玉泉等著名的泉水 都非常适合用来泡茶 当然没有这些泉水呢 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纯净水泡茶 一样香气纯正 单纯美好 我们再细究一个问题啊 一杯茶冲泡多少次 比较合适 印象里啊 楼下公园下棋的老大爷 随身带着保温壶里的茶 可以喝一天 难不成是冲泡多少次都行吗 朋友 你可别当真啊 普通的红绿花茶 冲泡三次就已经是 营养净出的极限了 第一次净出80%营养物质 第二次净出95%以上 第三次基本可以全部净出了 冲泡茶叶时呢 拿着水壶从高往低 针反复三次 表示向客人三鞠躬 欢迎客人的到来 这就是有名的凤凰三点头 切记 茶壶的茶嘴呢 不能正对客人 这是赶客人走的意思 凤茶时 我们要注意这三个点 一个是双手凤茶 先掌后右 先客后竹 二是不能真茶真太满 气氛就好 三是方便客人 右手拿茶饼 再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关公寻城 和韩信点兵 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关公寻城是说 把茶杯一字排开 也可以是品字或者填字排开 来回真茶分茶 让茶汤均匀 朋友们猜猜 你认为的韩信点兵 是什么茶医小知识呢 不卖关子了啊 这个韩信点兵呢是说 把茶壶里最后几滴茶 均匀分配到 各位朋友的茶杯中 这可是茶汤最精华的部分 好了 怎么泡茶 怎么品茶 就给你讲到这儿 最后一部分 我们来拓展一下 有关茶的历史文化 我国茶文化历史悠久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 西汉时期 就已经发现 有关茶叶的最早文字记载 唐代安史之乱时期 茶圣陆宇将自己生平的 饮茶经历和茶学知识 写成了茶经 把中国茶文化发展 带向了一个新高度 中国茶叶 经由陆上丝绸之路 和海上丝绸之路 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 在各地 逐渐演变发展成了 独具特色的饮茶文化习惯 比如印度人 喜欢伸长舌头 去甜饮马萨拉茶 阿根廷人 喜欢用葫芦形的 瓢桩马带茶 并用银制吸管来饮用 土耳其人呢 喜欢在炎热的夏季 喝薄荷茶等等 那么 奶茶又是谁首创的呢 答案是 入葬和亲的文成公主 因为在西藏生活不习惯 身体也不适合喝牛羊奶 于是 他创新的 把茶和奶混合在一起喝 无意间发现 这口感还真不赖 然后呢 一传十十传百 大家纷纷严习效仿 最终形成了现今风靡年轻人的奶茶 君不可一日无茶也 这话就道出了好茶之人 乾隆皇帝的心声 相传啊 退休后的乾隆 常在茶亭主权品名 就是烧泉水 来泡茶品茶的意思 那叫一个悠然自得 无独有偶 周总理也是一位爱茶之人 且独爱龙井茶 还将名前龙井 赠予当时访华的基辛格博士 好 我国悠久有趣的茶文化呢 就先聊到这儿 为什么国人这么爱喝茶 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茶道 接触茶饮呢 很大部分原因呢 是因为茶 它不仅好喝 是代客之道 而且对身体还有益处 就拿最常见的几点来说吧 首先 饮茶能消炎杀菌 在古代就有用茶汁处理伤口 防止发炎的做法了 第二呢 是多饮茶能抵抗辐射 辐射会破坏造血功能 造成免疫力下降 而茶叶里的茶多酚 维生素C等 可以让身体里的白细胞增加 增强造血功能和免疫力 饮茶还能降血压降血脂 能抗衰老能减肥 尤其是绝名子茶 还能预防便秘 茶的作用可多了 三言两语说不完 建议长期看电脑的脑力劳动者 要多喝绿茶 预防辐射 保持头脑清醒 增强判断和记忆能力 重体力劳动者 也要多喝绿茶 有助于调节体液 保护皮肤 话说 茶里乾坤大 湖中日月长 既要品茶之味 更要误茶之道 听到这儿 你已经晋升成了茶道新手 掌握茶道的精髓了 那么不妨在下一次家庭聚会上 给亲朋好友们展示一下 什么叫做凤凰三点头吧 好了 本期精读就到这里 我们下本书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